顾维军 学良曾这样评价他说 顾维军这个人 我非常佩服 这个人实在是个能干的人 然而如此风流倜傥的外交官 一生共有四个如花似玉的夫人 这四位明眼串联起他传奇的一生 张润娥是顾维军的第一任妻子 算是就是家庭的就是婚姻 张润娥是典型的大家闺秀 父亲张恒山非常看好顾维军 因此为女儿定下了姻缘 顾维军就算百万不愿 只能硬拆下来 当时他几年的求学生涯 都耗费了张恒山不菲的钱财 1909年 顾维军和从小定亲的张润娥小姐 举行结婚仪式 婚后两人实际上从未同居过 顾维军对妻子只有兄妹之情 而非男女之爱 两人结婚实属无奈 1911年顾维军和张润娥结业离婚 唐宝月是顾维军的第二任妻子 她是典型的名门闺秀 精通英文又美貌 父亲唐维军当时是袁世凯的新妇 后来担任过驻法国 驻英国 驻美国大使 外交总长 更是民国第一任总理 顾维军娶了唐宝月后 他的仕途一帆风顺 其中大部分是岳父唐维军的支持 顾维军和唐宝月结婚后感情不深 欲有一儿一女 分别是儿子顾德昌和女儿顾维军 奈何唐宝月在顾维军担任美国大使期间染病 于1918年染病离世 扶为顾维军和妻儿的牛颖 黄慧兰是顾维军的第三任妻子 她是赵巴唐王黄仲涵的女儿 容颜清丽 气质高雅 精通法 英 何等六种语 天生富有交际的才能 当时顾维军更需要一位同样具有外交顶赋的伴侣 而附加千金黄慧兰正好符合这些条件 1920年10月21日 黄慧兰和顾维军在布鲁塞尔的中国使馆举行婚 这段婚姻维持了39年 于1959年结婚 值得一提的是 黄慧兰被美国欧杂志评选 评为1920年到1940年代最佳着光的中国女性 顾维军在经历过了三段公历史婚姻后 她在晚年的时候选择了颜又运 颜又运是当时老上海的名媛 祖父颜信后是上海总商会第一任会长 也是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第一任总统 父亲颜子军身为祖父的独子 同时也继承了祖父的庞大家业 1925年颜又运考入滬江大学 1927年转入复旦大学商科 她美丽的容颜一跃成为复旦校花 她是中国第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顾维军是颜又运第二任丈夫 婚后相亲相爱 白头偕老 著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援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